加州州长纽森昨天宣布,加州进入干旱紧急状态,督促居民减少用水。 目前加州正经历有记录以来第二个最干旱的年份。 州长办公室说,加州正在经历19世纪末以来最严重的干旱。 纽森早在7月就要求居民和企业自愿减少15%的用水量。 据加州水资源控制委员会报告,截至8月,加州的城市用水量减少了5%。 纽森在一份声明中说,加州人必须加倍努力,尽一切可能的方式节约用水,通过大量投资和紧急行动。 加州正在采取行动保护社区、企业和生态系统免受干旱紧急情况的直接影响, 同时建立长期的水资源力,帮助加州应对气候变化使干旱更加普遍和更加严重的挑战。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,调查1月6日国会大厦暴乱事件的众议院特别委员会, 昨天一致投票赞成,以刑事表示法庭罪,逮捕川普的高级战略顾问史蒂夫·班农, 因为他违抗船票,拒绝出庭作证。 班农上周被命令出席委员会听证会,但他的律师表示, 按照时任总统川普法律团队的指示,班农拒绝提供出庭作证或提供相关证据的文件, 众议院特别委员会18日晚上建议以刑事藐视法庭罪逮捕他, 并于19日一致投票赞成的结果,决定起诉班农。 德州昨天发生一起飞机坠毁事故,机上21人全部生还,其中两人受轻伤。 据联邦航空局发布的消息,昨天上午10点30分左右, 一架卖到第87型飞机从德州休斯顿行政机场起飞后不久撞上一根电线, 随后坠毁在一片田野,机上18名乘客和3名机组人员安全撤离, 仅两人受轻伤。 失智飞机坠毁后起火燃烧,几乎全部焚毁。 救援人员用了一个多小时才将火扑灭, 目前还不清楚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, 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正在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。 近年来,美国各类暴力犯罪事件不断增加, 社会治安状况恶化。 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, 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数据显示, 2020年,全美共有60,105名执法人员在执勤时遭到袭击, 这个数字比2019年增加了4071人, 其中46人死亡,少于2019年的48人。 报道说,大多数袭击执法人员的事件发生在他们接到报警电话后, 其中包括家庭争吵、酒吧斗殴等。 此外,在今年前9个月, 已有54名执法人员在执勤时死亡。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, 加拿大温哥华沿海卫生局昨晚宣布 冻结一家养老院的资产和运营。 近一年来,这家养老院内至少有87%的老人感染新冠病毒, 其中41人染疫身亡, 而华人是这家养老院的主要住户。 据报道,这家养老院位于加拿大温哥华东部, 1987年起由一家慈善机构运营。 去年11月中旬,养老院爆发新冠疫情, 10周之内87%的住户感染新冠, 36%的住户染疫身亡。 报道说,这家养老机构的大部分资金 由温哥华沿海卫生局提供。 未来几个月内, 卫生局将全面接管。